大家好,这期视频聊一下千古一帝,秦始皇帝宁的风水 关于秦始皇帝宁的风水的解析,有好多版本 这就为什么选指在黎山,即黎荣之山的北路 北魏黎道元是这样解释的 因为黎山又名南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玉 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语 不过有学者认为,始皇死后葬在这里 拒绝于当时的礼制,按照生前的尊卑,上下排列而来的 我们看,这是秦东陵 东距秦始皇帝宁有十公里 这里埋葬着秦始皇的高祖母,宣代后芈月 曾祖父秦昭相王,伯祖父秦道太子 祖父秦孝文王,父亲秦庄相王,母亲赵姬 属于秦始皇先祖的陵园 根据陕西省境内已发掘的917座秦牧 发现大多数秦牧都是东西朝向的 这可能和秦始,以坐西向东为尊的礼制有关 秦始皇生前为天下公主 死后也按照祖制,放在了先祖灵安的东边 并引了坐西朝东 与后世帝王的坐北朝南,大象径庭 二是受依山造灵的传统观念的影响 所以临旨选择了就近的离山北路 以上是学者们的解释 而看医家们认为 藏在离山北路是和风水中的龙脉有关系 山脉在形态上多方面与龙相似 看医家们称起伏的山脉为龙脉 故中国风水学将山脉比喻作龙 就是地理脉络 土是龙的肉,石是龙的骨 草木是龙的毛发 了解的来龙去脉方可判断因果极凶 昆仑山被看医家们公认为是万山之祖 龙脉之源 龙中的祖龙,根龙 向北向东向南 生出了北干龙,中干龙,南干龙 这三条干龙再生出许多条支龙 骨人体的血管和经络 遍布滑下打击 石皇帝人正好处在了中干龙的龙脉上 具体位于龙脉眼睛的位置 这一带有着幽美的自然环境 整个离山 从玲珑区东至马俄这一段 山脉海拔较高 左右对称 林木葱裕,不缝相间 山体在陵南略着弧形展开 壮丝盛开的莲花 地灵居中优入莲心 以当时的实用角度和后代的风水观念来看 此处均为设置灵源的理想之地 说到这里 有朋友可能会问 既然这么好的位置 那么为什么统一后的秦帝国 短短只持续了15年 仅二世就亡了呢 看一家们是这样解释的 秦始皇非常相信 龙脉不仅能够延续皇朝 而且还能够诞生皇帝 统一天下后 想要自己的皇朝延续千秋万代 除了寻找能使自己长生不老的要外 还派蒙田北驻长城 防御匈奴南下的同时 破坏了北干中的龙脉 为了破坏南干中的龙脉 派人不惜跋涉千里 到岭南凿山等等 正是这些蓄意毁坏 断绝龙脉的逆天行为 遭到了天前 故秦朝不再没有按照秦始皇预想的那样 延续下去 而且仅仅传到了第二代 就灭亡了 还有一种说法 及秦始皇帝龙的选址 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是秦朝短命而亡 首先看魏河 输到这一段魏河 是一个大的樊公子 秦始皇帝龙正好是 是建设之地 此外将陵墓堆积成金字塔堆 乌乌突出 招致八风吹摇 朝象上也有诸多大忌 秦始皇帝龙南一离山 为离公有沙 离公先天怪为钱 钱为皇帝 为权力 为帝位 钱有沙而受损 导致二世昏庸五龙 大权旁落 秦龙北陵渭水为砍弓水 南沙北水为风水之大忌 任水没挨浪 先决十二房 看宫游水 后代难存 二 秦始皇帝龙的名堂太大 学位在胎 养 掌声 灌代处 意味着此学位所庇佑的后人 向怀胎的胎儿 不能够出现像灵官 帝旺的大气象 这正合于秦始的浑庸五龙 秦始皇帝龙 周边活水环绕 看似一处 依山环水 可保子孙涌入了风水宝地 但当我们把镜头拉远 就会发现 地中南方的离山以南 有一座巨大的山脉 那边是秦龙 离山只是秦龙了一条很小的渔脉 离山渭水所形成的风水格局 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摆脱秦龙的影响 根本无法形成独立的风水格局和阴阳系统 因此自然就会对秦朝的国运 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最凶险的风水信息 就是南面的离挂 北面的坎挂 南面离挂有丙武丁 三个风水信息单元 北面的坎挂 有人与堆 三个风水信息单元 而在这坎离两挂里面 代表时间的 比如南方的五和北方的子 分别代表马年和鼠年 在这样的风水环境里面 如果蜀手或者蜀马的人来继位 就会在子年五年灭掉 那么刚好秦始皇的第二个儿子 胡亥是蜀马 那么如此凶险的黄陵风水 为秦始皇勘测黄陵位置的风水师 难道看不出来吗 回答是当然可以 而且就是他 给秦始皇设了一个局 先用头枕衫 脚灯川 子孙桂 这种看似完美的风水布局 制造阴阳道悬的格局 再用地灵宏大而阴阳独立的理论 迷惑秦始皇 最后却在更南方 用巨大的秦领压制秦始皇陵 是秦始皇陵在不知不觉中 陷入到了一个 双倍凶险的风水格局中 自然也就导致秦朝的国运 迅速衰落 传说 被秦始皇勘测黄陵风水的风水师 和秦国有仇 他像高建立一样利用自己之俗朝 不见的接近秦始皇 最终取得了秦始皇的信任 被任命为掌管天文行李的太史令 负责为秦始皇寻找黄陵的位置 最终为秦始皇设下了一个凶险的风水局 断送了秦朝的国运 使秦朝迅速崩溃 他自己也报了仇 秦始皇死后 长子复苏自杀 赐子胡亥继位 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兄弟姐妹 使秦始皇断了子 绝了孙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观看